请带来 蒋先生 需要休息一下吗 马上开会 金元劝兑换还不见其色 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决心 还持怀疑态度 他们很快就会相信的 卖报卖报 蒋经国亲临上海 严惩参观喽 蒋经国亲临上海 严惩参观喽 这个蒋经国可是不得了啊 这么多奸探 阿满娜 去把我那条小黄鱼 兑换成金元券 我不去 这哪能对啊 万一哪天老蒋变卦了 那钱不都成他兜里的了 你呀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懂不懂 蒋经国年轻有为 我还是很看好他的 再有为他也是南京政府的人 我看啊 都是糊弄老百姓 他哪能真为老百姓着想啊 说什么呢 你看一看啊 这上面写的什么 上海滩所有的大老虎 都被蒋经国给抓了 政府啊 总算是清醒过来了 有这等决心和勇气 上海还愁安定不了 听我的话 到银行把金条对了 去啊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 这蒋经国刚刚到上海 应该只是烧鸡把火给老百姓看 对金条的事情要不再等一等 不等了 我最后再选择相信他们一次 阿满 那就按我爸说的办吧 好好 你要从银行取黄金的事 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是风声太紧了 政府正在严令缴纳黄金 我又身在齐位 很难破这个力啊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但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 阿福你最近很缺钱吗 我不打算瞒你了 我准备离开上海 离开上海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因为我厌倦这个地方 我想换个新的环境 你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一切都很稳定 事业也在上升 你干嘛要离开啊 你要是真的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是不是啊 我这个困难 是谁也解决不了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离开上海 你要是真的有难处的话 那我就豁出去了 帮你一把 你拿着这个去中国银行 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一箭 一箭 这么多年 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谢谢你 好了 没事 我要是再不走 我的孩子都会被他们抢走 孩子 什么孩子啊 罗云山和你只会他们 他们无时无刻 不想把小海 从我身边抢走 阿父你在说什么呀 他们干吗 要抢走你的孩子呀 因为 因为他们才是 小海的亲生父母 我发誓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把小海从我身边带走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罗云山和你只会 他们来上海 绝对不是搞革命这么简单 他们就是打算把小海 从我身边带走的 我要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我要让他们永远都不能相认 这个蒋太子是吃错了药了 搞金元卷改革 想把老子这辈子攒的金条 都换成金元卷 想让老子下半辈子 喝洗北风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 带着金条去台湾 现在时局这么乱 还是早做准备为好啊 我还得再想想 这有什么好想的 等到了那边安定下来以后 我会风风光光地娶你的 好吧 少来 这话说多少次了 有意思成的吗 哥 大舅哥回来了 箱子这么重 都是宝贝吧 都是些衣服和文件 要不我给你打开看看 不不不 我跟我哥说点事 好好好 金条都换成美元了 这一次多亏了悬艺的皮条 银行方面很配合 换成了美元全世界通用 到哪都行 哥 老唐已经决定把所有家产 转移到台湾 那我们呢 现在的达官贵人 都提前把家产送到台湾 咱们跟着去 不会错 可以后共产党 也打到台湾呢 那咱们就去美国 现在形势未定 台湾可退可走 不失是个避风港啊 去哪儿都行 只要能离你指挥他们远渊的 能跟哥在一起 到哪儿都是家 阿满 怎么什么都没买到啊 别提了 这一大早我转变了这些商店 不是打样关门 就是货架都空了 还说什么现实营业 哼 你说吧 这老奖把咱都给哄骗了 拿金条去换金元串 还说什么八一九限价 这会儿好了价势限了 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妈呀 经过这段时间的严厉打击 上海的物价得到了基本的冻结 投击倒把的行为 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 说吧 很多大的官商利益受损 他们明理支持 案里却囤货不出 造成市场上的物资 依然很紧缺 老百姓有钱却买不到东西 经我调查 这幕后是有人指使的 哦 有线索吗 养子公司 这是上海最有名的官岛公司 幕后老板是孔令凯 是蒋夫人最喜欢的外甥 蒋经国他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承办孔令凯 不过杜月笙一上来 就僵了他的军 他说他的儿子杜维平甘愿受罚 这样一来 蒋经国他只能一视同仁 一查到底 不过他也特别提出 这件事情不能公布 尤其不能上报 不公开 那我们就让他见报 见报 对 你想 他越不让公开 说明他的心里面越没有底 只要见报 让全上海的人 都看看 蒋经国和他的这个表弟 怎么斗发 蒋经国年轻气盛 这样一见了报 他必定会全力以赴 如果孔令海这只大老虎真的被打倒 让他见报 难道不是帮了他吗 我倒不这么看 这件事牵扯到四大家族的根基 你 蒋介石 不会停止认知的 如果这件事 最后结果是个笑话 那会让全国人民 对蒋家政权仅存的一点点信心 彻底崩溃 不过这件事情 还属于绝密 知道的人很少 那么怎么才能把消息散布出去呢 你想 谁是最关心承办孔令侃的人 杜月圣 对 孔令侃就是他咬出来的 对 你想 杜月圣青帮的眼线中毒 听到点风吹草动也是正常的 那么 蒋经国一定不会怀疑到你 放心 健保的事交给我处理 好 就按你说的意思办 罗大哥 还有件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 说 说 你和惠姐 在江西失散的孩子 找到了 真的 真的 他人在哪儿 其实你已经见着他了 他就是小海 真是小海 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总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照顾 我 打算带着小海 离开上海去台湾 这一走 也许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希望你尽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惠姐 只要孩子活着 比什么都强 你什么意思啊 玄奕 我请问件事 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小辉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让告诉惠姐呀 罗大哥 我一直非常地敬仰你 尊重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但是你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我也是做母亲的人了 你让惠姐 不能和她的亲生儿子相认 你这么做实在是太残酷了 玄奕你知道吗 知道小海绅士的除了财富兄妹 就只有你 我是担心小辉控制不住自己 去认小海 那样的话就暴露了 会威胁到你的生命 你知道吗 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 可是你们 你听我说 我也想认小海 这十年来 我每天都在想着小海 想着我自己的儿子 想着他长成什么样子 我梦里天天都能见到他 可我不能认 我们有纪律 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情感 去破坏我们的纪律 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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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马走 先跟马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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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宋美玲已经赶到了上海 孔灵侃可是他最喜欢的外甥 这个蒋经国哭着喊着打老虎 我看这次要打到自己家人头上了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继续把这个消息 通给杜业生的报馆 让有关养子公司的舆论 持续地发酵 现在全上海都在等着 看蒋经国的笑话 我都要看看他如何去收场 公司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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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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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厉害啊 吴师长 这个蒋太子倒是拍拍屁股走人了 可是留下一个烂摊子 让我怎么收拾呢 是 我尽快下令 继续镇压那些抗议的暴民 对 这里边一定有共党的煽动 你放心 我会尽全力击捕他们 是 什么都不说 是吧 硬气 好 我看你 你 应得过这个吧 我 我 我就是一个卖古董的 你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 你看着像是个卖古董的 可背地里你是共党分子 这次抗议游行 就是你暗中古董串联起来的 我告诉你 你的过去 我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既然都知道了 就别再浪费口舌了 白掌柜 蝼蚁伤起贪生 你只要供出你的同党 作为交换 我可以立刻烧毁这份大案 你不仅平安无事 还可以升官发财呀 唐局长 你太小看我了 你知道 我是不会说的 继续用刑 是 来 医生 怎么样 这比前两天好多了 再住院观察两天吧 先去交一下费 这么贵呢 嫌贵呀 那外面排着对象进来的人 多得事呢 要交赶紧交啊 现在这尖言券天天贬值 明天还就不这价了 姐 我看看 灵阿姨 小海 你来了 倪阿姨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告别 去哪儿啊 我要去台湾了过几天 去 去台湾 干什么呀 你妈带你去台湾干吗呀 不知道 这是她跟舅舅决定的 其实我不想去台湾 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突然要带我走 这 她 她还说什么了没有啊 没有 就是说要远走高飞 再也不回来了 你妈妈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定有她的道理 去台湾是要做轮船的 船上风大寒气重 阿姨没什么东西送给你 送你一件毛衣作为纪念吧 嗯 来 小海 比一比 看看能不能穿 你看 真的挺合身的 阿姨 你这不是给盼盼值的吗 我穿的花啊 就送给你了 盼盼要是知道的话 她也会很开心的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来 硬山红 我也有一件 跟这件很像 胸前也有一朵硬山红 不过那件很小 是我小时候穿的 我妈妈一直留着给我做纪念呢 来 让你抱抱 来 让你抱抱 来 让你抱抱 阿姨 阿姨特别的高兴 阿姨也舍不得你走 阿姨 我该回去了 我妈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回去吧 你阿姨再见 马姨再见 我到台湾 会经常给你们写信的 再见 再见 你弄这玩意干吗 这个子弹头项链 是能够证明小海身份的铁证 他马上就要走了 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一定要证明 小海 再见 妹爹 小海 马姨 你怎么在这儿 来看你啊 给你看个好东西 来 这是送给我的吗 你怎么知道啊 来 马姨给你戴上 这个是你的护身符 以后啊就保你平安 知道吗 嗯 你见过这个没有啊以前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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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了 乖乖回家去吧 啊 马姨再见 再见 快 没见过 是我弄错了 妈妈 妈妈 该吃饭了 您歇一会儿 好 我马上就去啊 好 你是不是又乱烦我东西了 没有啊 那这项链怎么来的 给我摘下来 以后不许乱动妈妈东西 你知道吗 就说你不听话 老婆妈妈恭喜 妈妈 你怎么会有一条 一模一样的香链啊 小海 这香链谁给你的 是 是我自己捡的 你跟妈妈说实话 这香链哪来的 是 是陈阿姨送给我的 哪个陈阿姨 就是陈满家阿姨 在放学的时候 她给我的临别礼物 妈妈 这个香链非常特别 我非常喜欢 还给我吧 不行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许拿陌生人东西 而且我不让你跟他们见面 你怎么就是不听话 你想气死妈妈 妈妈 他们人挺好的 你干吗又生气啊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我告诉你 从现在到台湾 你都不许出这个家门 听到没有 为什么 妈妈 你怎么了 我又做错什么了 小孩不许跟大人降嘴 听到没有 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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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老师 您认识林海吗 林海 他是我的学生 怎么了 怎么没看到他今天放学啊 林海今天没来 本来说好的 今天要来办这个退学手续 您是他什么人啊 没有 我是他亲戚 想来看看 那得了 我走了啊 谢谢 不客气 不许到处乱跑 听到没有 要听话啊 妈妈再见 小姐慢走啊 小姐 您是 我是小海的老师 他今天本来要去学校 办退学手续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来 校长让我来看看 这个事情 你还是跟我们小姐说吧 他刚出门 他交代了 该不会客 等等 小海 老师来看看你 老师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 快进来老师 师父 我包网拿了 叫他回家 好 我家 臭小子 看什么看 妈姨 我可从来没看你 这么装扮过 我不装成你老师 怎么能进来看你啊 你的项链呢 我妈不让戴 我妈一看到那条项链 就发了很大的火 我妈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疑神疑鬼的 是吗 那她说什么了 还是那句话 让我以后不要再见你和您阿姨了 对了 我妈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香链 一开始我妈还以为我戴着她的那一条呢 那条香链在哪儿 带我看看 好 满意 就在这里 这个 真的就是十四年前那条香链 满意 你认识这条香链 满意待会再跟你慢慢说 咱们先去见个人啊 见谁 见到你就知道了 走 陈满机 什么时候变成老师了 还交到我家里来了 妈 满意是来看我的 张妈 把小海带回房间 是 我不走 小海 你先去 满意有话跟你妈说 好吗 好 来 走吧 看来你已经知道实情了 陈满机 我告诉过你 小海是我的底线 谁也不要想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可他不是你的孩子 他是惠姐的孩子 我知道 你只会只不过把他生了下来 可他有养过他一天吗 这么多年来 是我 我还心如苦把他带大 我才是他真正的母亲 我知道 可是你知道惠姐她 她像孩子都小疯了 她几次都自杀了 她最后都跑到苏联去治疗了 现在小海就在他身边 你却不让他们相认 你知道他多难受 我求求你吧 你就当可怜可怜他 我可怜他 那谁可怜我啊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他跟罗云山的报应 谁也别想把小海 从我身边带走 没门 不可能 我求求你 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惠姐 是我把小海弄丢了 这些年 我的心里 就始终过意不去 我求求你 你把孩子还给他 你就让他们下任吧 不可能 你不可能 吃饭尽 我告诉你 小海是我的孩子 你有事敢把他 从我身边带走 除非我死 我求求你了 我求你了 如果今天不能把他带走 除非我死 大嫂子 阿富 你就让小海 做你和慧姐共同的孩子 行吗 不行 这是我的底线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阿福 阿福 你开枪 我谁都不愿 我只求你 把孩子还给他吧 阿福 求你了 阿福 阿福 妈 小海 你怎么来了 妈 你是要杀死满姨吗 小海 你快回屋里去 满姨 跟你妈有话说 你快去啊 去啊 妈 满姨 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 阿福 长马 长马 宋客 请 阿福 阿福 小海 满姨走了啊 满姨再见 满姨 狗儿 娃娃 满姨 你也行 我 他 你不要 我不会离开你的 妈妈 小孩 妈妈 妈妈 妈妈不会有任何人 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谁也不信 谁也不信 喂 这里是上海警察局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 喂 有事吗 帮我去唐局长 帮我去唐局长 快快快 姬爷 你慢点 大心摔着 不行 我一分钟都等不及了 别 你们 女神 我们的孩子这儿 等等 请慢点 我要评评你 这个街头地点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你怎么把小慧带来 组织距离忘得一个儿进了 你不要回阿曼 是我一让他带我来的 老罗 我们的儿子找到了 盼盼 找到了 就是我们在江西 弄丢的那个孩子 他就在上海 就是小海啊 老罗 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 就是小海 就是小海啊 就是小海啊 阿曼 你快告诉他 罗大哥 我 阿曼 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是小海啊 是小海啊 就是我们丢的盘盘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小海就是我们丢的盘盘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小海就是我们丢的盘盘 我亲 我有权利 好 过去了 我不说什么了 我要你跟我一起 跟我一起去 把小海接回来 小辉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 不能去任盘盘 九尉 你听我说 你想 如果我们去认派派的话 蔡芙肯定会疯狂地对付我们 甚至会报复我们的组织 到时候受损失的 是我们的革命 可是云山 我发现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生不了了云山 你有没有替我想过 我是孩子的母亲 十四年来 我没有一天不想她 没有一天不惦记她 我怕她动着 冷着 我怕她过得不好 看着别人的母亲跟孩子在一起 我就心如刀疆 现在孩子就在我们面前 你不让我去认她 哪有你这么狠心的丈夫 哪有你这么狠心的爸爸 罗大哥 罗大哥 慧姐像孩子都快小疯了 你这让他去见一面吧 小慧 老爷 老爷 去了 会对我们组织造成危害 盼盼只要去台湾了 如果现在不认 可能一辈子 咱们都再见不上了呀 你不去 我去 你只会 你给我站住 我现在以组织的名义 命令你 不许去 我现在没有伤及 我的身份就是一个母亲 醒醒 那我以孩子父亲的名义 命令你 不许去 醒醒 对不起 我知道你是孩子的母亲 但你要记住 你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不用再说 小孩 我不会再去见 你也别再叫我的名字 从现在开始 我跟你断绝一切关系 姐 姐 姐 娄大哥 我 我 我 你 我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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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姐 屋里就一个生病的糟老头子 其他人都不在 放心 你一直会绝对不会 扔下他生病的父亲 不管他 等 是 你是来带我走的吗 陈半斤告诉你了 我只能这么做 为了我的孩子 让我去 跟我父亲告个别 可以 我